联合國環境規劃署在週三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 全球的氣候變化加劇了旱情 加上對森林的看法 預計在未來28年內 極端野火的數量將增加30% 為了應對野火 加州政府在2020年至2021年 花費了超過30億美元滅火 而在全美範圍內 每年由於野火造成的經濟負擔高達 對此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呼籲各國政府重新規劃野火方面的支出 將45%的預算都用於預防野火和被災 34%的預算用於消防響應 20%用於災後恢復 新唐人記者李佳音 綜合報導 在旁邊的光源 兩種明星大學 又指産地利消防響 兩種明星大學 都啟造成